疫情下賽價近日貴了不少 外界都以為源於很多中港貨車司機中招 運不到賽下來 但其實由第五波疫情到現在 只有35個跨境貨車司機確診 有跨境貨車業界跟Channel C爆料 原來大陸為了預防跨境貨車司機將病毒傳入 於是採取了圍堵式的疫區停賽機制 即是司機如果鎖住的屋邨或者屋苑 只要有一宗確診個案 就算他們不是住在同一棟大廈 都要停工21天 葉佳話令過千司機首庭口庭 6號新通告 較早前2月12號 所以又加了幾天 這樣就沒有資金得下去 幸好你可能做了一段時間 他的診貨很含糊 較早前 給你同一千五百米範圍 即是我的一千五百米範圍 之內有了 還要呢 你也要停工21天 今天就要出圍堵式 所以我給你看過空洞 我又打了出來 同一千同坐洞都不行 馬上開一刻 我住圍堵 其實基本上我三戶人 這也關我的事 對吧 還有大城大廈的確診 那些也一樣要停工 有些司機停在疫區附近 即是那些確診附近 都是停工 他不是住在那裏 我們有GBS的 所以他就追蹤到我們 我覺得幫不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每一天都要做 如果要做的 一早就中了 手停口停 每個人都要供車 就算不供車 所以現在市場上有很多司機 不停地去加單停賽 停完又停 那些什麼事 現在香港的物流司機 非常欠伏 運費就幾倍上升 在東莞車貨 車的財落香港的萬多元 運費 變成增加香港消費者的成單 製造通證 防疫應該是要做的 應該做得做好的英國的事 但是要精準 就不要 避暗泥 就不要搞到民族療傷 因為我公司是去南海借錢買車的人 我不准時還錢給人 香港會叫他們 現在不還錢 我們公司一定會倒閉 現時運賽的跨境司機 要經民感度 到禁區指定的接駁場 將貨車交給俗稱騎士的內地司機去拿貨 再回到接駁場交貨給香港司機 而乾貨就經深圳灣和黃岡 近日內地進一步收緊政策 連大陸司機都不放過 他們收工之後不准回家睡 要自費每天100元住酒店 令很多內地司機都不敢開工 惠州近日更加出通告 說香港疫情嚴峻 一刀切斬斷所有跨境運輸一個星期 我們知道慣性的跨境司機 超過8000個 現在我夠膽說 應該是不少於20%的車 應該是停的 有一間公司有100號車的 停了70個司機 蔣志偉就說 內地實施的疫區政策 於溜未來 只會越來越多司機停工 這個是完全不科學的 其實這個司機每天都可能會經過疫區 就算他不在疫區住 那又怎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完全都是不能夠接受 如果你要按照這樣的懲罰的方式 來罰司機停賽 那你跟著下來就很嚴重了 你香港的所有物資都會受影響 加價這個是我覺得是必然的趨勢 但是我們擔心一件事 它不是加價這麼簡單 它如果這些物資繼續短脫的話 甚至有很多工作崗位 就因為這些物資短缺要停工的 例如呢 包括建築 包括建築 建築預製件等等 其實我們也包括裝修工人 或者你家中在裝修 你那道門 那道火門的訂造 都要由我們跨境運輸 運下來的 就是非常嚴重 後果會越來越差 其實疫情下 很多跨境司機就算有公開 都面對很多困難 例如每次過境都要大排長龍 接波場裡面放車 好大水 消了這麼久還不能走 還在這裡面 你說這麼多車進接波場 放車放這麼慢 怎麼搞 香港上來的山路經濟過程 都一個去 啊 這台車消了獨松的出版 在貨車上吃飯已經是等閒事 檢疫人員和司機的磨擦 也經常發生 在貨車上吃飯 你都不想 等都不給掌啊 等都不給掌啊 是否要分在地下 是否要分地下 等都不給掌啊 那我們去哪 等都不給掌啊 等都不給掌 是否要分地下 我們去哪 我們去哪 不是站啊 希望政府真的和大陸反映幫助司機 畢竟他們都是維持香港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員 希望他們上班也有尊嚴 大家有什麼意見呢 歡迎留言 記得Like和Share 還有訂閱我們 下部影片再見